那有位朋友问说,请问我觉得大学四年应该要培养什么能力? 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大学四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教育政策的时候 已经要开始试着松动的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推行目前为止不是很成功的政策 就是希望这个技术高中或普通高中或一般高中念完之后 就先去就是就业或创业 然后等到对理论工具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念大学 那回来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帮你存了一些钱 这样子,那这个推行其实真的很困难 那这个为什么很困难?我想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说我们很多就业辅导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受的训练是帮助,比如说高龄,弱势 就是女性而独就业等等的这些训练 但怎么帮18岁的朋友们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训练 这个是我们正在加强的 但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主因啦 最主要的主因很可能是 就是家长们都是觉得说 哎,你好好的不去念大学 这个为什么在那边打工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 不管是第一次的试验性的工作 部分时间的工作 或者是新创的工作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风险的这个承受力 明明就是风险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呢,很多家长会觉得很担心 觉得说,哎,你不念大学 到底去做什么 这样,我自己不但没有念大学 我连高中都没有念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是把大学当作一个资源来使用 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好像你非得做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我们目前感受到这样子的阻力 所以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个想法 就是说不只是目前的存折双轨这些政策 我们现在也在想要调学会受语法 也就是说,好比像说像学院实体化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是念一个系 但你随时在同一个学院里面你可以去切换 又或者说你念了一两年 那你就决定出去去创业或者去就业 那做一做,哎,又回来 可回来之后就不一定是回同一个系了 而是说你在外面发现你现在需要一些人文的素养 你需要学社会学,你需要学管理 那这些是你本来不知道你需要的 但是呢,你出去一两年之后你决定你需要了 那这样回来之后你就是在选不同的系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大学跟出社会中间 就不是一个好像是先有这个再有这个的关系 而是一个zigzag 就是你随时需要的时候就回来的关系 可这样子你拿到那张文凭就很难写 对不对,它就不是你是什么 细念了四年之后拿到一个学位 或者说试念了几年之后拿到一个学位 而是会变成像在游戏里面成就解锁那样子 你解锁了这个模组,解锁了这个模组 这样一个学程 那我想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切合 就是新世代里面 其实是大学比较需要大家 而不是大家比较需要大学这个关系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松动 那在这个方面需要培养能力 很可能就是不要被特定的领域所限制 而是说你觉得你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要达成一个社会使命 它这边目前没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在做这个 或它是好几个领域重叠的部分 能够去跟不同领域的朋友 进行就事论识的讨论的这样一个能力 跨领域的能力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好